当外在世界变得越来越混乱 我们更需要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能量频率 并且将这个能量稳定在世界上 我们来到地球是为了体验自己独特的个体性 体验自己内在与造物主连结的神性 还有我们与万物彼此相连的一体性 灵性觉醒的过程也是拿回自己力量的过程 每个人的本质都是神圣而且圆满的 每个人的内在都充满了无尽的智慧 当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各种观念的灌输 不知不觉的把自己的力量给了别人 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拿回自己的力量 这是我觉得在扬声过程中最关键的一部分 也是我自己灵性旅程中对我改变最大的一个关键 拿回自己的力量 也就是了解到自己是独立、自由、神圣的个体 并且按照这个原则生活 每个灵魂从造物主分离出来之后 就被赋予了自由意志的权利 每个灵魂有权利选择灵魂进化的道路 有权利选择在过程中想要体验的经历 当我们来到地球上之后 我们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有权利决定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 这些都是造物主赋予我们自由意志的目的 但成长过程中很少有人告诉我们 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在成长过程中我们通常被教育要相信权威 被教育不要和别人不一样 我们也会习惯性的用专家或是大众的意见来做判断 但最终的标准永远是自己的心 永远用自己的心来过滤所有你所接收到的讯息 所以拿回自己的力量 也就是根据自己的心 根据灵魂真实的频率来生活 人生中的每个决定 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共鸣 而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声音 这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意识的去创造 每一个想要的经历 而不是让别人来创造我们的生活 拿回自己力量的第一步 就是学会去面对恐惧 不被恐惧所控制 当我们感到恐惧的时候 这时候最容易把自己的力量交给别人 尤其是感觉到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通常会愿意去做任何别人叫我们做的事 求生的欲望是人类的本能 但它也会让我们忘记 生命其实是掌控在自己手里的 包括生命结束的时间点 都是灵魂在转世前就已经选择好的 最近两个礼拜我都在冰川国家公园里爬山 而我发现当我专注在眼前所看到的风景 所有的恐惧和担忧都消失了 就像是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当我们纯粹的活在当下 会发现所有的恐惧都不是真实的 它是头脑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故事 我在旅行的时候 有几次在路上碰到黑熊 很多人都很害怕在路上碰到熊 害怕被熊攻击 有一天我在爬山的时候 顺便发送疗愈的光给这片土地 而当我连接到这块土地上的能量网格 我看到一个几百年前生活在当地的印第安人 于是我问他 你们当时是如何和熊和平共处 如何不害怕看到熊 而他说 我们知道我们所看到的熊 是我们内在的一部分 熊和我们并不是分离的 所以我们并不会害怕它 克服恐惧最根本的方法 是了解外在的世界是自己内在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创造自己所看到的实相 也可以克服内在的恐惧 比如说爬山的时候 害怕碰到熊的攻击 并不是所有的熊都具有攻击性 而刚好碰到有攻击性的熊 很有可能是自己内在的愤怒或恐惧 所显化出来的实相 当去爬山的时候 内心充满的是对万物的爱 不太可能会碰到具有攻击性的动物 即使碰到熊 它也会是一只可爱的熊 每个人可能多少都会有对于生存的恐惧 像是害怕生病 害怕失去工作 害怕钱不够用 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恐惧 放在桌上很清楚的去检视它 然后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信念 去找出这些信念的来源 它通常是因为过去的经验造成 勇敢的去感受它 体验它 慢慢的恐惧的强度会越来越低 也可以做一些准备工作 来让自己不那么感到害怕 最重要的是了解恐惧的虚幻的本质 了解它是一种头脑和小我试图说服你的方式 这时候就不会让自己的生活被恐惧所主导 第二个拿回自己力量的方式 是相信自己的生活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不论好的和不好的境遇都是 当我们在面对低潮的时候 可能会很难相信这些困境也是自己显化出来的 但相信自己不是受害者 相信自己能够主导自己的生活 是从低潮走出来最快的方式 因为当我们的想法是因为别人怎么样 所以我才怎么样 这时候所散发出来的频率是在告诉宇宙 别人有能力决定我快不快乐 别人有能力决定我过得好不好 所以拿回自己的力量 也是对自己的生活全然的负责 我创造出来了这些困难与低潮 我也有能力让自己走出来 创造接下来的美好生活 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哪里 就会创造出那方面的实相 我们专注的焦点就像是一个箭头 指向接下来生活的方向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 自己可以怎么做来改变目前的现况 那么解决的方法很快就会出现 即使你决定现在不做出任何改变也没有关系 只要能告诉自己那是我的选择 我选择持续现状 直到我准备好做出改变 诚实接纳自己的选择 而当你准备好的时候 你随时有能力去创造新的实相 第三个是看见自己真正的价值 我在旅行的这段时间 大部分的地方都没有网络 生活的一切都回到最基本最简单的方式 但这段时间却是我生命中感觉最丰盛的一段时间 它让我发现真正的丰盛是来自于内在 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已经拥有了 我们来到地球上生活是为了体验内在所拥有的丰盛与美好 来体验自己灵魂的每一个面向 而不是来追求外在的东西 当我们将注意力放回到内在 会发现你不需要向这个世界证明任何事情 你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足够了 你的价值来自于你是独一无二的你 没有人拥有和你一模一样的经历 没有人拥有和你一样的天赋才能 在社会上我们被灌输要和别人竞争 而竞争本身是一种基于匮乏的概念 因为这样我们可能会习惯性的透过外界来肯定自己的价值 来满足自己被看见的需要 来证明自己是有贡献的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 当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之后 就不需要再和别人比较 而实际上是反过来的 当我们停止和别人比较之后 就能够开始看见自己的价值 在五为世界里 我们会从竞争意识转化为合一意识 人生从来都不需要和别人竞争 因为你的内在有源源不绝的丰盛肯定和满足 第四个是愿意做出改变 不论是扬升开悟所需要的都只是改变 当你发出想要改变的心意 你就已经是在做出改变了 你的宇宙永远都在聆听你的想法 因为宇宙就是你 而你的每一个想法 意念都会反映在生活中 像是一面镜子一样 让我们可以随时了解自己当时的状态 当要做出改变的时候 可能会在心里听到一些声音 让你怀疑自己没有能力做到 或是告诉你这些改变会有什么风险 这些都是小我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因为人的本能会想要停留在安全舒适的地方 但灵魂永远会想要有更多的体验 因为体验带来更大的提升 当生命结束灵魂离开身体之后 它并不会在乎别人怎么想 或是别人曾经说过什么话 它唯一在乎的是 自己有没有完成自己来到地球上 想要经历的课题 想要经历的体验 而改变往往能够为生命带来突破 改变的时候不需要一下子做出非常大的转变 可以一步一步慢慢来 当发出想要改变的意念之后 可以告诉宇宙 你希望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 可以尽量最流畅 最少阻力 最少伤害 让自己慢慢的转移到你想要前进的方向 让这个转变过程中 可能造成的不适应降到最低 第五个是 看透分离只是一种幻觉 了解自己是完整而且圆满的 当周遭的环境充斥很多分裂和二元对立 我们很容易在无意识中流失掉自己的能量 如果我们觉得需要去和意见相反的一方抗衡 需要去关心所有正在发生的事 这会让自己的能量流失的很快 所以这时候很重要的是把能量拉回到自己身上 把能量用在值得的事物上 当自己是在一种分离二元对立的意识状态 像是觉得必须要说服对方 必须要改变别人 优越感或是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这些都是分离所产生出来的幻觉 当我们专注在这些事情上 我们的能量会是分散的 当我们专注在内心 是把能量从外界收回来 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对身边的人抱持着同理心 观察但不过度投入 用五维的态度生活在三维的世界 这时候你的能量会加倍的放大 回到内心回到中立 并不是对事情没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世界上有不同的声音 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当我们在表达自己的意见 也是在展现自己独特的个体性 每个人都是拼图的其中一块 因为每块拼图都是不一样的 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图案 透过每个人独特的个体性 才能拼凑出造物主完整的面貌 所以每个人既是独特的个体 同时也是一体的 而扬生就是做真实的自己 同时也能够尊重别人 让别人展现他们真实的自我 这是真正的自由 在面对二元对立的时候 重点并不在于要选哪一边 或是哪一种说法才是对的 重点是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 就像每个人都有工作的权利 有受教育的权利 这是基本的人权 让这个世界从分裂走向团结的方式 除了尊重个人意见之外 还有就是大家必须要共同选择自由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一体的 都在同一艘船上 今天在某个特定区域发生的事情 如果大家默默允许它发生 有可能会扩展到全球的规模 只有当整个世界是自由的 个人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 一只牧羊犬可以让一百只羊 都乖乖地回羊圈 因为所有的羊都跟着其他的羊 做相同的事情 但今天如果有十只羊 告诉剩下的羊 我们只要团结起来往回走 我们就可以自由地在草原上生活 自由是由每只羊自己决定 而不是牧羊犬决定的 真正的自由是根据自己的心 来做每个选择 每个人来到地球上都不是巧合 我们是来找回真正的自己 来体验自己独特的个体性 同时找到内在的圆满 而这些体验都必须要 透过自由意志才能够达成 我们需要一个没有掌控 和操纵的大环境 才能够自由地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 来经验灵魂所需要的精力 拿回自己的力量 不需要透过暴力与战争 虽然世界上有许多国家 正在经历实际上的战争 我们可以发送白光给那些地区 但这些激烈的冲突与抗争 是在给予地球上的恐惧 和二元对立更多的能量 拿回自己的力量 是由内而外 我们可以用和平的方式 创造出一个充满爱与和平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 才是你值得生活的世界 真正的力量 来自于最真实的自己 来自于选择你真心相信的 来自于向不合理的要求说不 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为了来目睹新世界的诞生 而新世界的诞生是透过每个人的选择 我们不是来这里选择黑暗或光明 我们是来选择团结 选择用爱来战胜恐惧 当你选择团结而不是分裂 选择自由而不是控制 选择拿回自己的力量 你也就是在完成 你来到地球上的使命 做很好的 每付务都fang不合理的 这样做梦